要活得精彩 就要學多一點 自在人生大學堂 陳美芝 自在人生大學堂不知不覺到第12集 謝謝我身邊的教育心理學家楊潔如Kitty 你好Kitty 又見面了 我們又談談親子話題 今天我們談到兒童的成長 親子關係 家庭教育方式 父母的風格 都很影響一個小朋友的成長 之前我們有說過Temperment 皮性分析 他跟不同的家長去看他的皮性都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父母本身很開放開 他又不覺得那個小朋友很頑皮 但那個媽媽是緊張型的 他又覺得很多事情都要加緊訓練才行 跟父母的意見可能不同 看法可能很不同 所以我們今天先談談親子關係 親子關係現在很多的家長都很重視 在小朋友小時候已經盡量抽多點時間陪他 建立親子關係 到他一路成長 跟爸爸媽媽比較密切 關係比較密切 好像關係會好很多 我們很小時候說一歲半至兩歲 其實是說一些接觸 醫父關係 其實是說小朋友和照顧者 當然我們會有些實驗給他做 去看看小朋友和照顧者 大部份是媽媽 感覺如何 是否有安全的醫護型 或是很緊張型 我們會看得到 也有傳統的我們叫The strange situation 就是一個陌生環境的實驗 很有趣的 大部份會有媽媽一對 媽媽和小朋友 會去到一個實驗室 實驗室裡他們最初坐在一起玩 寶寶和媽媽一起玩 之後會有一個陌生人 會進入房間 坐在一個椅子裡 寶寶也會看不到 我們會看看寶寶的反應是怎樣 有些寶寶會哭 或是會拔著媽媽 或是有些人不太至於 會繼續玩 我們會看看她的情況 留意小朋友 之後陌生人坐了一會後 媽媽就會離開房間 我們又看一個寶寶會發生什麼事 很緊張 過了一會後 有幾分鐘就覺得寶寶和陌生人在房間 之後媽媽又會回來 回來的時候 我們會再看看 媽媽回來的時候 寶寶和媽媽 中間重聚那一刻是怎樣的 行為是怎樣的 情緒是怎樣的 肢體動作是怎樣的 我們會看 之後就是媽媽又離開 又是只有寶寶和陌生人 這麼刺激 媽媽經常走 最後就是媽媽又回來了 又是重聚 整體上 你會看到Strain situation 就是這八部曲 第一次重聚 跟第二次重聚 有什麼不同 特別是想看看Reunion 特別是重聚那一刻的情況是怎樣的 當然也有其他事情我們會看 我們會看不同的情況 屬於父母和小朋友的關係 依附關係屬於哪一種 為什麼會看哪一種呢 因為我們會發現原來是安全的 即是比較安全的 我們要安全的 對它將來有很多好處 包括情緒上 自信心 社交會比較好 所以前期的研究員都會特別想看看 第一就是 究竟有多少是安全的 如果不是安全有哪幾種 還有將來發展會影響什麼 如果我們想看 建立一個secure的醫父關係 有什麼元素 很穩固的醫父關係 即是說 寶寶很喜歡的媽媽 親子關係好 親子關係好 很好的話 是怎樣創造出來的 這些都是他們想看的 即是如果親子關係很好 那個醫父關係很強 媽媽出了去 有陌生人在這裡 她也不會大哭 不是 又扔回來了 對 我不懂 這個很有趣 我們就是在看 如果我們在看attachment pattern 即是說到醫父關係 其實我們在看的 第一個就是 當然是reunion那一刻 其實她有沒有哭 她有沒有害怕 其實害怕也是很正常 對 反而扔回來了 有陌生人進來 即是只有她和陌生人 媽媽回來的時候 她是不理會媽媽 陌生人玩得很開心 對 或者是你也不理會 或者是抱著媽媽 會打過媽媽的臉 和你抱著她在哭 媽媽啪啪啪就不再哭了 即是第一種就是 就是媽媽抱著她的時候 她就很快很安靜 然後抱著媽媽 沒有嘗嚇 第二個可能是 媽媽抱著她的時候 她開頭很安靜 突然又很生氣 尖叫 這是第二種 因為會生氣媽媽 或者是媽媽離抱她的時候 她轉頭走到地上 不用媽媽抱著她 這個也是覺得怪怪的 她有很多不同的犯 有些甚至是生氣得打過媽媽 揮過媽媽 快脾氣了 這些就是我們叫做reunion 即是重序的時間 原來有這麼多東西看 她屬於哪一種 除了這個我們也會看 研究裡也會看 媽媽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她是覺得 因為這也是密身的環境 這是實驗室 她會看當有玩具 她會不會都願意玩 還是她都黏著媽媽很害怕 還是她根本是你都不理過媽媽 已經習慣了 她剛才就走過一次 如果保持安全的小朋友 你會看見什麼 就是她玩玩具的時候 她也會照顧媽媽 或者拿些玩具給媽媽 這些就代表好 如果我們現在說的親子關係 就是好 有東西我和你一起玩 有東西我分享給你吃 但有些你會看見小朋友 就不是的 她完全當媽媽無盜 你都不理過媽媽 周圍在那邊玩 你都不理過媽媽 你都不理過媽媽的腳 對呀 很多人都見過了 抱著媽媽的腳 所以她會不會是 有一個照顧者在那裡的時候 他願不願意到處玩 去探索呢 這是我們可以看的事情 研究者會看到 再看我們就是 有一個陌生人在那裡 陌生人在那裡的時候 其實她有多害怕 多害怕陌生人呢 但陌生人不會和她接觸嗎 剛才說的 可以的 主要她是坐在那裡 多數是 但可能也會聊一下寶寶或者聲音 不會罵她 是友善的陌生人 總之有機會共處一室 他們兩個 就算陌生人聊寶寶玩 也不代表寶寶會和她玩 看她的心情層 會不會很緊張 你會看到安全的寶寶 其實是很正常的 因為沒有了熟悉的人 反而抬回來說 不是Insecure那些 反而有機會不哭 為什麼呢 沒有安全感 為什麼會不哭呢 因為照顧者 我們暫時叫媽媽 媽媽一向都不理她 任何人來都沒有反應 和自己一樣 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 都沒有人來搞她 多了一個人去 有什麼大不了 她可能會這樣反應 對 所以她們的表現 寶寶的表現 會出了三種不同的風格 當然之後有些人再去做 最後我們有四種風格 因為三個是不可以 蓋過所有行為和表現 有些我們也會說 第四個就是 Disorganize 不知如何組織她 不知放在哪裏 第一個最好的就是 Secure Secure attachment 即是最安全的 很有安全感 當媽媽在這裏 她會主動去玩 但又會看著她 又會給她 和她分享 Stress 她可以是有或沒有都可以 不特別是一定要帶哭 你會看到 當媽媽一回來時 她立刻會去媽媽 還有媽媽可以立刻安撫她 這就是我們叫Secure attachment 又安全了 她立刻覺得 又安全了 即是關係好 你可以這樣想 如果在美國 其實就是二三分二的小朋友 屬於這一種依附關係 都是好的親子關係 對 親子關係不錯 另外之後 那些我們叫Insecure 其實都不太好 不過不太好之餘 它也有分類 我們有些五好 我叫 Avoidance Insecure avoidance 即是逃避型的 有點像 不是很喜歡的 代表照顧者在這裏 她不特別去看媽媽 找媽媽 即是沒有特別去理過媽媽 那媽媽離開的時候 她大部份都不特別覺得很害怕 你不要所謂 你會看到 回來的時候 她甚至乎會去逃避媽媽 即是不要鬥我 不要嫁我 那些 你會看到她的表現 陌生人和媽媽是沒有什麼分別 你覺得沒有什麼分別 我們就很明顯看到 那個關係就不太好 甚至乎逃避型 逃避媽媽 不想要 沒有什麼分別 20%的小朋友是這樣的 說一歲的小朋友 20% 在美國 第三種 我們也在說Insecure 也不太好 我們最希望就是Secure Secure只是中 另外也是Insecure 沒有安全感 沒錯 沒有安全感 而且她有些無靈兩可 有些行為 你會看到 媽媽離開前已經很緊張 她已經很緊張 媽媽離開後 她更加不舒服 很緊張 很害怕 到媽媽離開後 她會想碰媽媽 但又是有癢的 又想抱你 又抱開你 又生氣 又生氣 有時候甚至是生氣過媽媽 只是會很生氣 所以你會看到 嬰兒也有些不同 你平時怎樣對她 其實會影響你和她的關係 很明顯就能看得出 一歲的時候已經能看得到 一個小小的實驗就可以看得到 剛才那個有癢 我們說有10-15% 也有10-15% 對 最後那個就是 我們後面的研究員 會加進去 說的是Disorganized 似乎是 這種小孩 無論什麼情況下 你也會覺得有時候她很開心 有時候又不開心 好像有些情緒不穩定 是很古怪的 突然又尖叫 找不到規則 沒錯 你會看到 有時候她回到Reunion 重聚的時間 她會拋在媽媽 但有時候又不看她 突然很安靜 突然又爆哭 情緒很不穩定 對 你會看到 有些研究員 就會覺得 如果她被人虐待過 打過她 若疑的個案都會是這種 有機會會是這樣 5-10%的嬰兒 會是屬於這一種的關係 剛才Kitty又跟我們玩遊戲 不是跟我們玩的 是說有些嬰兒和媽媽去參加一些遊戲 在房間裡 有個陌生人走進來 嬰兒有什麼反應 甚至乎連媽媽也走出去 還要出過兩次 再回來看看小朋友的反應 這些可以透過他們的反應 可以做到很多分析 剛才我們所說的有四種醫護關係 最好當然是安全 安全 安全 你會看到 之後也有很多研究員 去研究追蹤他們 如果是安全 對將來有什麼好處 你發現 一些長期的追蹤研究 原來影響可以去到中學 青少年期 例如 最明顯的 有些不同的原因 在小學階段 你會看到社交會比較好 社交會比較好 即是很安全的人 如果跟醫護關係很強 對 又會有跟朋友 朋友的關係 positive 你可以有朋友 但朋友不喜歡你 但如果你是醫護關係 是secure 其實人際關係 朋友的相處會比較好 老師也會覺得 比較獨立 沒有那麼黏著老師 這樣哭 又會少一些打架 破壞性行為 最後一個就是 情緒 情緒會比較成熟 穩定 穩定 在小學中 有五大益處 去到中學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兩個好處 繼續繼續持續 第一個就是 如果小朋友 很小的時候 是securely attached 他做Leader的機會率會比較高 即是不同組的組長 什麼運動組 什麼組長都好 他會比較多 第二個就是 他們的自信心會比較好 因為人比較穩定 情緒比較穩定 所以就能夠 有朋友比較好 認識到更多朋友 還有更自信 沒錯 影響很深遠 所以就會去想一下 其實如果這麼小的時候 如果對將來有這麼深遠的影響 或者都有影響的話 其實在BB階段 有什麼可以做 其實很多時候 不一定是BB的問題 或者小朋友的問題 而是很多研究會發現 是那個照顧者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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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角色很重要 無論是他們的想法 或者他們的付出時間 很重要 找到兩大元素 第一個就是 照顧者的情緒是否穩定 如果她經常擔心受害 經常要穩定 很擔心 沒有錢 很緊張 其實她未必可以 可以多照顧寶寶 在情緒層面中 未必可以照顧寶寶 可能寶寶哭他很猛 寶寶哭他會打他 或罵他 如果媽媽情緒很平穩 沒什麼優秀 對著寶寶也會少少 寶寶想哭也愛他 不是罵他 你可以從這個角度去想 第二個角度是contingency responsiveness 立刻的照顧 當寶寶有任何反應時 他立刻會照顧寶寶 不是一定要愛他 而是寶寶哭 你會看看是否他肚子餓 他會找出原因 要換片 還是怎樣 總之會符合他的要求 做到他想要的事 沒錯 如果媽媽是很敏感的 即是很敏感寶寶的需要去照顧他 其實又會比較容易建立一個好的關係 因為寶寶又會信任你 這是兩大要點 我們會發覺 當媽媽情緒比較穩定 又可以立刻去照顧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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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其實面對面互動很重要 對嬰兒來說 看的人也不會走 不常常都不周圍看 如果你還不在家 又沒有機會看 那就更加不熟悉對方 多了面對面互動的時候 嬰兒又會學會聞到你的味道 聽到你的聲音 認到你的樣子 聞到味道也很重要 親切感好像很多年都不會退 你可以想想 聞到你的味道也會聽到你的聲音 還是再大一點 會語言的時候 你叫他不要做什麼 或一做什麼 其實他都會聽你的 對 因為聞到你浸脫 有些人說 如果他很餓 爸爸抱著他是不行的 因為聞不到媽媽的味道 他是不會閉嘴的 他會繼續好哭 媽媽一過來 還沒洗奶 或者還沒吃就已經停了 就好伴了 這個理論頗有趣 當你可以照顧寶寶寶的時候 情緒穩定的時候 你對嬰兒的樣貌 聲線都是不一樣的 都是溫柔一點 體貼一點 關心多一點 這些其實都會幫助嬰兒的情緒 因為很小的時候 我們有一集也有說過 嬰兒懂得聽憤怒的聲線 和憤怒和不憤怒的聲音 他們分別得到 所以如果你有些很憤怒的事情 就回家不要經常告訴嬰兒 有時候他想著他還小 發洩一下 告訴他 媽媽今天很不開心 在公司被人欺負 就會傳播負能量給他 是不是 他會分別得到你不開心 他會分別得到你不開心 當然希望幫助他的成長 發放多些正能量給他 有空跟他說笑 他就會知道 因為經常哄他和他聊天 都會建立到關係 他認得你的聲音 聞到你的氣味 這些全部都很重要 而且當你越接觸得多 你就會發覺 不只是你會留意到寶寶 有些人說 你隔起尾便知道你想做什麼 媽媽會知道小朋友 但其實扔回小朋友也會知道你 可能你戳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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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去安慰他 可能他只有幾歲或是小學生 這些個案也有很多 就是為什麼他這麼厲害 我明明假裝沒事 我回家坐下 我也聽過很多朋友這樣說 真的很累累到死 但我進門口笑得很開心 因為我要和寶寶玩東西回去 誰知他的小朋友就知道 會哄媽媽 就說媽媽不開心 我請你吃雪糕 或請你吃糖 媽媽就突然感動 原來我沒有表示過你也知道我不開心 原來你也知道我辛苦 很微妙 這個關係不是你立即可以建立到的 是從小時候存回來的 從小時候已經累積了 每分每秒都累積回來 對 所以親密關係也是很重要 如果要建立親子關係 沒錯 要多點留意 第一步就是從醫護關係開始 繼續問Kitty 我們怎樣教育一個小朋友成長 本身也好看過爸爸媽媽 他的性格 還有爸爸媽媽的關係 如果爸爸媽媽的關係很好 小朋友也會比較容易教 會不會呢 當然 如果你夫婦經常爭執 其實小朋友有很多闊能量 他們也會知道 如果夫婦不和 對小朋友的心理也會造成影響 其實他感受到氣氛 人們經常覺得他小時候不知道 又或者有時小小的小朋友會覺得 爸爸媽媽吵架是因為我錯 所以令他們吵架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吵架位 會在教養方面 媽媽覺得他應該溫習 爸爸不應該溫習 他就會覺得 是我令爸爸媽媽不高興 所以這個教育方式也很重要 我們應該怎樣調節 或者學習不同的教育方式 我們有說教養不同的種類類型 可能父母也要留意一下 其實你屬於哪一種類型 就像我們之前所說的 皮性也是 你如果知道自己的皮性 也可以幫助得到 如果我們說傳統的 心理學的一些理論 說父母的教養方式 就很經典 1983年已經有了 我們說有四種不同的方式 你可以這樣想 如果你有小朋友也可以想想 這兩個不同的道理 第一個就是 你的接受性是屬於高還是低 例如小朋友做錯事 做不好的事 你是否接納的 高還是低 你純粹是想高還是低 第二個就是 你對於小朋友的控制 你要他聽話 你要控制他的要求 有沒有期望 是高還是低 如果你有高還是低 每樣都是有高還是低 就會出了四格 你應該看到 有四格 例如 如果你是對他有要求 你對他有要求 要他好像要有聽話 但你都很接納他的 什麼都好 你都會接納他的 不好的你都會接納他的 那你就屬於 我們說的是 因為併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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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想做這種 專制型的父母 亦有一種是你對他無限度的接纜 但你沒有什麼特別要求他 考試沒什麼所謂 幾分就幾分 做不做也沒關係 沒什麼特別 他開心就行了 你就是屬於我們所說的放任型 放任型 最後那種是 你自己搞定自己 我對你沒什麼期望 你自己搞定 兩邊都是低的 低支持或低期望 你屬於忽略型 忽略型 有四種 你覺得哪種最好 因威病種 又或者我們中國人的社會哪種最多 或者外國人 有沒有文化差異 你會覺得 應該也有些 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風格 還有不同年代 就算好像在香港 不同年代也會有不同的方向 就算你現在當我是媽媽 我每天老了之後 當我做婆婆或媽媽 我的管教方式都會不一樣 對 你的意思是 你做了媽媽的時候 你再去照顧小朋友 你都會用不同的方法去照顧 對 因為跟年紀有關係 對 所以你可以想想 我們剛才有四個不同的 教養方式的營帶 你可以想想 如果我們常常說 爺爺媽媽那些 或是公公婆婆 常常想吃糖給她吃 去哪兒就去哪兒 每次見她就有太多禮物 那些會是甚麼營 那些叫做放任營 對 放任營 其實你也會看到 現在不是說小朋友的數目比較少嗎 但是有幾個大人 拆一個小朋友 六個 六至七個 可能七八個 去拆一個小朋友 是金玻璃 如果甚麼都給她 給她 我們的小朋友很大機會 就會受教於放任營的管教方式 下的小朋友 變成放任營 日後很難再管得到 他習慣了是這樣 沒錯 我們會覺得 其實有時家長 我見到很多家長 也見到很多小朋友 有時家長說 我真的搞不定 因為不是我不想教 而是家裡的長老級 全部都給糖 我說不給 他就全部都給 哎呀 即是不聽話 兩個教法 其實很難 其實這樣也會怎樣 弄到親子關係 其實這樣也很影響 小朋友和媽媽的親子關係 嗯 如果你想想 如果不是媽媽 媽媽不是放任營 甚麼營都可以 她不是放任營 但長老輩是放任營的時候 其實小朋友會喜歡誰 當然喜歡放任的 因為沒有悶 少些約束 但當媽媽叫她做些事 其實不是對小朋友不好 例如她坐定定 要寫一字 不要吃糖 我會爛牙 其實對小朋友是好的 但小朋友會不喜歡 不聽 覺得不能玩 你管著我 她和媽媽的親子關係 其實是會差 是 因為這麼小的小朋友 未必會明白 大家自身享樂 開心 要我坐下 要我不讓我吃甜的東西 哪會想那麼多 另外一個忽略型又是怎樣 忽略型就是我們說 不是你的小朋友 有些真的會 有些家長可能很忙碌 沒有太理會她 可能平時自己照片 沒什麼跟她玩 沒什麼特別去跟她聊天 都會是我們說忽略了她 忽略型的小朋友 其實長大了之後 她的智力 或者她的學習 都是比較差的 其他小朋友 因為她沒有什麼衝擊 沒有什麼 朝氣 沒有什麼人跟她聊天 我們當然不希望她是忽略型的父母 我也聽過一些小朋友 她應該是忽略型的 她就是父母經常忙 沒有空 就是工人姐姐 每天回家就是看電視 因為可能幼稚園也很少功課 到最後 她應該都變成忽略型 性格有點孤僻 又很喜歡自己一個人 坐著看表演 或者看電視 都不介意 我們說 最好我們都不希望她是被忽略 是的 只有 也有的 我有聽過 就是姐姐煮好就是給她吃 我都不理她 我們不希望我們的小朋友是這樣 另外兩種都很有趣 中國人原來是特別多 我們的專制型父母 專制型管得很嚴重 很有期望 每次看書最好一定要100分 即90分 你那一分都去了哪 怎麼被狗擔了 即是苦疤苦 專制型現在比較少 也有很多 幼稚園也可能比較好 其實我想都跟教育制度有關係 當我們的教育制度是二分數限 其實很多父母都變錯了 也沒有辦法 因為很多話要趕 功課又多 測驗又多 考試又多 真的很頭痕 我曾經有些朋友 為了不做專程的父母 我送過小朋友 就不是本土學校讀書 去一些很開心的學校 沒有任何測驗考試 沒有派遞的學校 可以避免自己不做專程的父母 放鬆一點 但到了某個年紀 又要他讀書才可以 因為又想他進入某些學校 有時候的情況比較複雜 沒錯 剛才提到很多種不同的教育方式 我記得Kitty提到有 因威並重型 有專制型 有放任型 和忽略型 我們應該要詳細說一下 因威並重 我自己覺得如果可以因威並重 真的不錯 有需要的時候 又可以惡少少 又可以做到你想要的效果 但又不僅是惡 其實他在說那兩個 我們說是因威並重 高還是低 第一個就是你有沒有期望給他 或是有限制給他 要求是怎樣 你要有要求 不是說我沒有要求給他 他是有要求 但當然是合乎小朋友的水平 就是能力 這是一 第二就是下面的接納度 其實如何為之接納度 就是你對小朋友的關懷 溝通好不好 你多不多和小朋友的溝通 去關心小朋友 如果不多 就變成是專制型 沒錯 即是你每次提納他要100分密書 我要你考全班10名以內 但我就不特別說 他的考書卷回來就是 為什麼那1分去哪裏 為什麼你會這麼低 如果你是反轉 因為病重 你就會問他 我看到你 你也做得很好 99分 我們看看有些什麼 是不小心的 還是什麼 我們討論一下 又跟他檢討 溫書方式 為什麼會令你這麼好 你做了什麼令你好 即是有溝通 有檢討 但在一個關心的角度檢討 就不是以責罵的態度 去檢討 這個我有聽過一個例子 有一次我去朋友家吃飯 她的女兒就在做功課 沒有心機做 我們的客人來了 當然沒有心機做 媽媽就說 你不要經常走來走去 乖做功課 她就告訴我們 我上次默書有95分 我們讚完她 她就很興奮 媽媽我告訴姨姨 我有95分 媽媽就說 嗯 你記不記得 你上次只有95分 我們心想 你父母 誰知不是 她的態度很好 女兒就說 是啊 我扣了5分 媽媽說 你記不記得為什麼扣了5分 就是你不小心 要不然 你應該再多幾分 然後她說 我記得 原來也有用 就是提醒她 但媽媽就不是很兇 媽媽就是笑著說 就是不會說 每逢拿到90多分 就一定要讚 因為她的確是有些事情不小心 她是可以有這個進步的空間 她就會記住要告訴她 這個算不算是恩威並種 你告訴她 最重要是 怎樣可以幫助她 下一次怎樣可以做得更加好 就不是這樣罵完 你自己搞定她 下次我要見到100分 就是類似的 就不是這樣 即是你在給方法 和幫助她 有很多優點 因為病重 當然是 當然關係會好一點 她又信任你 你又能控制得到她 相比我們說放任營 因為她沒有特別要求 其實這群小孩子成績會好一點 第一個你會想到 為什麼成績好一點 第一個就是父母會跟著 有人小學你也是 有父母跟著 有留意著 第二個就是你要解釋她 我們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她會比較少罵人打人 因為當她遇到什麼不好的事情發生 或者有些人覺得自己做錯了 她不特別覺得很大件事 要情緒崩潰 要打人 發洩 因為就算我做錯了 其實爸爸媽媽會 我們會思考有什麼錯 我知道有方法可以令我下次不錯 可以告訴他們 但如果我們說專制型的小孩 可能很緊張 當然了 怎敢跟她更多討論 你可以想想 如果她是專制型的小孩 突然間有一次默書不合格 她可能更可能 很大機會 其實她會去收了一本默書簿 逃避 不讓你簽 或者遮遮掩掩掩 但如果她是因為民眾的教法 她也會覺得不開心 她當然會不開心 但她也會跟媽媽說我這樣 但媽媽不一定會罵她生她 我們坐下來想想為什麼會這樣 Kitty 你自己是不是因威病重型 有時候我當然知道因威病重是最好的 有時候我做媽媽 有時候火會來 做得不小心做專制型 但我經常覺得大部份時間 如果我們可以做到因威病重當然是最好的 其實這幾種教育方式 可能每樣都會出現 有時候會鬆手一點 有時候會覺得她這陣子 好像上個學期壓迫太緊要 今個學期放鬆一點 又會不會變成放任型 即是中間那條線怎樣取寫 家長要經常拿捏著 我想很重要的是 你真的要有個要求給小朋友 要求不是天這麼高 例如她現在考試是82分 你可以給她一個要求 不要低於80分 80至85分 會不會好一點呢 bonus就是87分 但你不要說我要求97分 來得太遠了 即是她沒有辦法做得到 這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是她做得到 你才可以逐步跟她一起上 跟我們說溝通 溝通不只是在學術上溝通 是每天回來 無論你上班還是不上班 你有沒有半小時的時間 跟你的小朋友坐下聊聊天 是很重要的 這個經常都沒有了 因為回到小朋友真的睡了 這個真的 父母可能要調動一下 想一個辦法 譬如如果經常很晚下班 會不會找一兩天早點上班 逼自己一定要 在小朋友睡前回家 這小小時間 你拿出來就已經增進很多感情 又或者有家長跟我說 作戰功課作戰到11點半 是啊很多都是 我有跟她聊天 全部都是 這裡漏了點 那裡抄錯字 明天要密書 時間緊迫 再不搞 12點才能睡覺 會變成整個緊張氣氛 全家人都瘦了 所以如果有些小朋友 做功課做得很硬 或者很困難 其實你放了班後 他都應該做了一些功課 他都應該取了一段時間 可能你回去的時候 先跟我聊天 要休息一會 跟他聊天 關心一下他 關心一下他 我怎樣怎樣 今天有什麼開心的事 跟我聊一下 他可能整個人都醒了 心情好很多 而不是每晚媽媽回來 我繼續要做 我怕媽媽回來 做到三點半 他還要叫我把東西拆掉 因為這個情況 小朋友其實真的很辛苦 我們不可以當他們是大人 其實有很多功課 會覺得慣了是這樣的 大人就會 慣了上班 都是這麼多工作 最近又會忙些 但你不可以當小朋友 因為他始終都是小朋友 很有童真 你不可以當他應該適應了 他每天都這麼多功課 其實都要給他一些空間 放鬆一下 而那個休息的時間 如果你可以陪著他一起 效果就更加好 我們經常說親子關係好 你想想 除了學業上的事情 每天都有些事情 跟他真的做 而建立關係 但那件事就不好 是做功課 是做別樣的 例如當我家 我會帶小朋友去公園 晚上我都會去公園 晚上都會去公園 總之我們當6時半吃飯 吃完飯7時 已經做完工課 那就去公園玩一個小時 甚至我每天都會帶他們去買雪糕 經過寶寶是每天吃的 但可以去一個星期吃一次雪糕 選雪條 可能也是花你15分鐘到樓下 去選雪條 但也出去 跟他一起有些去街的開心感覺 就算是未試玩空也好 你去買一條雪條 也是十分鐘的事情 他回來跟你做功課 或者溫習的速度 是快很多的 原來有這樣的特效 只要有得外出 因為可能中國人 我們都會想 做完事才玩 是呀 還有專心 乖乖地專心 不要搞瘡自己 待會下去你又沒有心機做 正正是相反 通常的想法是跟你說的 但你實驗過 他們回來就馬上很專心 有時候我們都說 考試是持久戰 你真的要坐下來要溫習 坐下來要溫習 你真的要坐下來一整天 我都瘋了 不要說他瘋了 你也很累 我都想吃一條雪條 其實可能那條雪條是給我吃的 你也是生命安慰媽媽的 其實那條雪條 不如大家一起去吃一條雪條 放鬆一下 你覺得你剛才說了這麼多樣 爸爸的角色是哪樣會好些 是不是都是因威病重最好 當然是 父母也是 其實我們會看到 家裡有越一致的教育方式 或者整個方法 是越有效的 但我經常看到爸爸是放任營 因為他覺得我都管不了這些事務 實在太複雜了 小朋友何時要學些什麼 何時測驗何時考試 我又沒有時間跟進和他溫習 我唯有放任營 回到小朋友倆去玩 就好玩一會 那就會影響媽媽的進度 所以當然 如果你看到媽媽和小孩已經溫習 如果爸爸下班回來 也可能先跟媽媽打個眼色 應該做什麼 如果人家最緊張的時候 你說下去吃雪條 那媽媽可能很生氣 可能未必會影響到兒子那麼多 因為他一向都溫開雪 但媽媽可能很生氣 情緒上很難回憶 媽媽你控制不了 因為她明明安排好了 因為這樣差了一點點 那就沒辦法了 因為第二天可能是星期日 其實再溫習三個小時 哎呀 因為沒心機了 因為我都不夠 當然要像你剛才說的媽媽 爭取一個下街吃雪條的時機 都是很重要的 不是隨時說去就去 工作做到一半去就不適合 或者我們有一個專注力 也不可以專注得那麼久 對持久度是不可以的 沒得騙的 大佬是要休息的 所以轉一轉 另外一些活動 是會幫助她的記憶 對 即是爸爸媽媽一起夾一下 可能差不多爸爸快回來了 那個玩樂的時間就到了 之前就跟她做完一些事 然後讓她休息一會 這樣又可以跟爸爸 建立親子關係的時間 原來安排小朋友的時間表 都不是那麼容易 不是說出街學習的時間表 而是在家裡 怎樣分配什麼時候是親子時間 什麼時候是相處時間 講故事時間 全部都可以試一下 你看一下怎樣可以做到 跟小朋友的關係是最好 總之功課就不是全部東西 最重要 一定要分給親子時間 如果不是你只負責追功課 那樣的關係一定不好 可能她跟老師比你更好 因為回來對著媽媽壓力更大 比對著老師追你功課 所以今天希望大家多了解 在兒童成長過程中 親子關係和教育方法 教養方法都是重要的 當然下星期還有最後一集 我們還有很多提示給大家 今天先說到這裡 謝謝Kitty 拜拜 拜拜 自在人生大學講 自在人生大學講 那邊 我都不會用你 我會做什麼